巴基斯坦一架内陆客机在飞行途中坠毁 残骸冒出熊熊火光 当局连夜摸黑在现场搜寻 不过没有发现生还者 当局证实机上47个人全部罹难 目前已经寻获40多具遗体 出世的飞机原本打算飞往首都伊斯兰堡 不过却在距离目的地40公里以外的北部山区坠毁 而航空公司证实飞机坠毁前曾经向控制台发出求救 并声称引擎出现问题 当局证实死者当中 包括一名中国人和两名奥地利人 所有遇难者的遗体已经送往当地一个医疗中心 准备进行身份鉴定 而航空公司强调飞机都有定期保养维修 两个月前才刚通过安全检查 为何会发生意外 当局将连同国际机构展开彻底调查 NDP7综合报道 vectors 旅行 南国际机构 år国际机构 글接下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